好股团,我是团长 最近呢,新关注团长的粉丝比较多 很多人呢,在股票市场呢,还是新手 所以呢,他们在认知A股市场呢 有很多误区 团长在这边呢,就一些散户们 常见的这个思维误区呢 跟大家做一些罗列 以便大家在后面的这个交易生涯中呢 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这样子呢,会造成呢,一些没有必要的损失 下面我们看一下,常见的一些思维误区 第一点呢,就是喜欢抄底 很多散户呢,想着的就是 什么时候是底部,哪里是底部 对吧 尤其呢,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股票 看到自己呢,买入的成本比别人低 心里呢,乐开了个花 但没有想到,一只股票既然已经创出了历史新低 很有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新低出现 有句话说得好呢 这个老手呢,死于抄底 新手呢,死于追高 但是很多新手呢 在看了很多教程呀 一些案例之后呢 也去学老手 去做一些抄底行为 所以传长在这边 跟大家重点讲 抄底呢,是左侧交易 因为没有非常准确的底部在哪里 底部是一个区间性的行为 你不可能买在最低点 即便我们去做左侧交易 也得是慢慢的去尝试性的建仓 去把握一个底部区间 究竟在什么位置会形成 切莫呢 在下跌通道中 急于去重仓抄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不愿意止损 这也是太普遍了 很多粉丝问团长 说你买的股票该怎么办 有的被套了十个点 二十个点 甚至更多 团长有的时候会给一些回复 让你止损 但很多人呢 还是会去抱有幻想 因为呢 有的散户呢 之前呢 见过一次止损后 没几天股价又涨了回来 下次呢 就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不再止损 显然呢 这个是不行的 截断亏损 让利润奔跑 的确呢 是治理名言 但话又说回来 如果没有自己的盈利模式 结局也就是 买入止损 再买入 再止损 所以呢 当我们去做交易的时候呢 一定要明白 我们为什么去买 买入逻辑在哪里 如果发生亏损了 怎么办 我们是卖 还是继续加仓 还是耐心等待 所以呢 很多交易逻辑呢 盈利模式呢 是建立在你的交易系统上面 你是出于怎么样的目的 去买他的 出于什么样的逻辑 当逻辑不复存在 当目的呢 难以实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止损 不要去抱有脚心心 因为呢 很多股票呢 一旦你做错 可能迎来的是巨大的调整 如果你不去止损 很有可能会被重度套牢 然后你等待的就是 慢慢的迎跌 这是第二条的这个 进击 第三点呢 就是不敢追高 当然呢 很多人说追高呢 不是什么好的技术 但是呢 又是大家呢 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油渍也好 很多些流伞也好 对吧 我们熟悉的一些 名牌的营业部 知名的大佬 都是呢 去做追高 做涨停坐起来 很多散户呢 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交易之后呢 都有恐高症 他们认为呢 股价已经涨上去了 再追涨被套住了 怎么办 其实呢 股价的涨跌呢 与这个价位的高低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关键呢 在于是 在上涨趋势形成后介入 安全性呢 是很高的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 不要去轻易抄底 也就是 我们更多的要去从 做右侧交易 去看到上涨趋势已经形成 那么这个时候去追 成功概率是很大 也是非常确定的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呢 就在于如何判断 上升趋势已经形成 这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呢 有不同的标准 比如 在大牛市中 放量创造新高的票 是好股票 而在落市中呢 这往往是多头陷阱 那么今年的A股市场 是结构性行情 有些行业 它就是在大牛市中 科技股 半导体 对吧 消费电子 牛股层出不穷 不断有很多股票呢 创出新高 所以呢 你如果不敢去追 可能你会错过他们 这个非常大的上涨空间 因为很多这个消费电子啊 半导体的股票 今年涨了好几倍 所以如果你单纯的看高点 它涨一倍 涨50%就已经很高了 但是没有最高嘛 只有更高 因为它的趋势已经形成 行业呢 在复苏 所以基于这些呢 你去追高 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点呢 是不敢追龙头股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做龙头股嘛 是我们做短线交易也好 还是 做中长线的潜伏也好 它是收入最大的 但是呢 一只股票 刚开始上涨的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 它是不是龙头 等大家都知道 它是龙头的时候呢 已经有一定的涨幅了 这个时候呢 散户往往不敢再跟进 而是买一个涨幅很小的 跟风股 以为可以稳健获利 没想到呢 这跟风股呢 涨的时候慢涨 跌的时候去领跌 结果弄了半天呢 什么也没捞到 其实呢 在强势的时候呢 涨势越强的股票 跟风越多 上涨越是轻松 见顶后呢 也会有相当时间的横盘 有足够的时间出局 因为龙头股呢 真正的龙头 不是瞬间见顶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这个无线耳机 胎压检测 他们的这些龙头 漫步者也好 万通之空也好 不是轻易见顶的 甚至呢 有几波上涨 所以 无论你在哪个节点买 基本上都给了你足够的 获利跟出局的时间点 那么呢 你把握他们核心的逻辑呢 是对于行业的判断 因为只有 非常有强烈刺激 政策刺激 基本面刺激 消息刺激 这样的板块行业里面 才会诞生出龙头股 所以选龙头股之前 先选行业 对吧 这个行业 有巨大的空间 而无线耳机也好 胎压检测也好 今年的ETC 对吧 行情也好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 基本面支撑 所以这里面的股票呢 不会轻易见底 龙头股呢 在几个涨天之后 你就能看到 你知道它是龙头 那么主要你 对这个行业看得更轻 你说 知道 这个行业的刺激呢 不是短暂的一个操作 具有很强的这个 持续性 那么去买龙头呢 去追龙头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相反的 即便你看透了 就是有可能你也看透了 这是龙头 但你不敢买龙头买跟风 但跟风呢 正如刚刚讲的 涨的时候慢 跌的时候快 对吧 既然你看好这个板块 要买就买龙头 要么就不买 这也就是买龙头股的逻辑 第五点呢 喜欢预测大盘 这也是很多投资者的通病 问明天市长市跌 对吧 问下周市长市跌 总的来讲呢 短期大盘的走势呢 其实是不可预测的 对于看大盘做个股的朋友来说呢 你可以把大盘分为 可操作段和不可操作段 距离区分方案有很多啊 比如30的均线MACD 或者一些更明白的 敏感的技术指标啊 看一些50均线啊等等 但是你要知道 A股市场 今年 上半年有一波比较大的上涨 在下半年呢 一直在3000点附近震荡 对吧 指数涨跟跌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不做股指期货 你对吧 它涨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市场大涨 你就一定挣钱吗 是吧 大跌 难道你就一定亏吗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机会 你首先得选对板块 那么你去预测大盘 对吧 这就是抛硬币 55开 50%对50% 即便你预测对了大盘涨 又能怎么样呢 对吧 因为你又 你不做期货呀 对吧 它涨了跟你也没有关系 所以多要盯住 板块 多盯个股 指数呢 指数呢 应该说 很难要打牛市 也很难的打跌 基本上在3000点附近震荡 应该说呢 是非常大概率的事情 第六点呢 就是持股总的太多 这主要是因为呢 没有自己选股的方法 炒股呢 靠别人推荐 所以拿了十多只股票 搞了自己呢 手忙脚乱 团长认为呢 散户持股 三只左右 是最比较合适的 你要买十几只 你看得过来吗 对吧 很多人也没很多资金 对吧 可能也就几万 十几万 一个股票买一点点 一个股票买一点点 炒股呢 不是买菜 一定要 集中持仓 否则呢 涨了你也不赚钱 低了 你可能亏了更多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卖 买了一堆怎么卖呢 对吧 所以呢 既然你看好 既然你认为它好 就敢于去中仓 否则你一股也不要买 对吧 你就这个买一点 那个买一点 买菜一样 开菜市场的 对吧 那你这个 怎么可能挣钱呢 这个第六点呢 也是比较常见的 第七点呢 对阻力的操盘方法呢 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炒股呢 就像盲人摸下 毫无章法 运气好的时候 能赢两把 运气不好 就一派堵地 这个呢 要衍生开来讲呢 就非常多了 对吧 不同的阻力 有的是装股 有的是基金控盘的 对吧 有的是外资重仓的 不同的阻力 有不同的方法 对吧 你要对他们足以了解 然后再看你手里的个股 它到底属于哪一类型的股票 那么做好区分呢 你才可能呢 对这些股票呢 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 这边呢 我们不去衍生讲 因为内容还是比较多 如果去讲主力的操盘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 团长讲的其他视频 第八点呢 就是不愿放过每一个机会 股票市场呢 应该说最不缺的就是机会 你看前大盘涨了一点 就急忙杀戮 根本不清楚自己有几层的胜算 结果又被套住了 这个时候呢 是由于水平低下 缺乏自信所造成的 A股市场呢 实话实说也二十多年了 三十年了马上 也有过两轮牛市 那么每一年呢 即便是熊市也有 结构性的交易性机会 250个交易纸 它总有一段时间 会给你吃饭行情的 不管牛市熊市都一样 即便是牛市也有大跌的 15年对吧 涨了6月份 半年大涨 然后下半年暴跌 一年中 发生了这个牛熊转换 非常夸张 你买的不对 即便当年发生牛市 你一样亏钱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呢 把握住自己能把握的机会 对吧 有的钱不是你能挣的 即便你挣了 靠运起挣的 最后你还会错失掉了 所以一年呢 给自己个目标 对吧 不要不可实现了 对吧 30个点 50个点 等等 那你这样 把目标设定了 然后去拆分他们 这样子呢 你才可能呢 时间长远 如果你想 每个季我都抓住 每天都去交易 那你最后呢 就做的越多 错的越多 第九点呢 是不能区分的 牛市和熊市的操作方法 散户们呢 大多包有多头思维 总是想着第二天要涨 因为我们不能做空呀 只能做多 这种思维呢 让大家在熊市中呢 吃够了苦头 机构呢 喜欢唱多 那是因为散户只有做多 他们才有饭吃嘛 那么对散户来说呢 看紧你的钱贷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像猎豹一样 实际不成熟的时候呢 绝不动手 一旦出手 至少有七成以上的胜算 尤其是在熊市中 或者是结构性牛市中 那么现在呢 说到里呢 是结构性行情 对吧 不是牛市 涨多了 就要慢 对吧 三千年以上涨了很多了 那就要小心 三千年以下跌多了 在别人恐慌的时候 就去买 不要等到一涨 就忍不住了 一跌呢 就害怕的不得了 因为这是震荡势呀 对吧 它不可能暴涨上去 也不可能暴跌下来 就是在这边波动 你把握住了这个规律 你怎么可能不挣钱呢 但是呢 一定要记住一点啊 千万不要幻想有牛市 对吧 哪那么简单呢 牛市就来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关注豪谷团 希望大家多多转发点赞 收场